最近你如果有去百貨公司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像這樣子 便當一條街的景象 千元的套餐 直接變成了百元便當 新鮮嫩雞肉 下鍋油炸 外皮金黃酥脆 肉汁軟嫩 搭配白飯小菜 美味唐陽雞便當 端上桌 但這裡不是便當專賣店 而是百貨美食街 原來鎖定信義區 十萬商辦人潮便當商機 原本貴桑桑的美食街 居然變成便當一條街 這些攤位動輒五六百元的套餐 不再是主力 反倒比套餐便宜兩到三折 百元便當 平均一天就能賣出一千個 就每天都會下來買 因為它每一道都CP值滿高的 然後在這邊 其實這棟有很多餐廳 那他們也都會中午集結 就是有各種不同特色主題的餐盒 在轉入百貨旗艦店 美食街也一樣端出百元便當 相間鮭魚排便當 原本要價220元 現在再打八折 而原價250元的西班牙海鮮飯 現在通通下殺到180元 聰泡牛肉便當 也從280元殺至200元 打了七折以上 連鎖百貨還因應不同據點客群 推出不同戰略 打了超低折扣 我覺得便宜乾淨又好吃 然後環境也很乾淨舒服 各商區消費課程也不同 像是松志路的百貨商圈 主公白領及年輕上班族 南京東陸商區則以健康輕食為導向 並推出會議便當 提供預約訂購及專案服務 看來沒有不景氣 只有能否端出高CP值創意餐點 才能搶賺商機 東森財經新聞李孟山和官員 台北報導